近日,外媒隆重揭晓了国际五十大,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,看到了肖战的身影,喜出望外之鱼,也在意料之中,肖战的国际影响力非常大,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演员和顶流大咖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可不是上榜入列这么简单,主要肖战是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,看起来肖战非常具有代表性。 据悉,随着肖战低调拍戏,网上也不断官宣肖战的好消息,无论是电视剧,还是代言商务和舞台,都陆陆续续传来捷报。 另外,外媒也隆重揭晓了国际五十大影响力人物名单,一眼就看到了肖战,署名就是巨星,影响力和号召力自然不用多说了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频频获得新荣誉,这一次还是唯一上榜的中国明星,令人赞叹和佩服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也都非常佩服肖战的影响力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,无论肖战取得什么样的荣誉和称号,都不感到奇怪,一切都是顺理成章,水到渠成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演员,也是问心无愧的正能量偶像,值得追随和大力支持。 总之恭喜肖战,肖战的演艺事业多点开花,电视剧,电影,代言商务,舞台一应俱全,出到七年了,拿到了不计其数的冠军奖杯。 这是对肖战的高度认可,也是一种激励,希望肖战可以继续努力,不忘初心,勇意前行,不辜负热爱和青春。 肖战非常棒,未来可期。 近日,网上不断爆料国际双料大导演徐克,又一次向肖战发出了邀请。 希望可以在拍完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后,继续合作下部戏,导演徐克非常信任肖战,合作《射雕英雄传》的过程中,也被肖战的态度,实力等方面因素所吸引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本身就是一位演技精湛的实力派演员,再加上非常具有影响力和票房号召力,选择肖战没有错。 据悉,随着肖战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进入了尾声,很快就要杀青了,网上不断爆料肖战下部戏,有人说是《藏海传》,肖战搭档张静怡、李鸿逸,也有人说国际双料导演徐克同样向肖战发出邀请,下部戏继续合作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的实力不用多说了,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优质正能量偶像,和肖战合作的结果,必然是大传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,目前只希望肖战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,早日顺利杀青,春节荡上映,准备买票,去电影院支持了。 至于肖战下部动向是什么,拍戏还是着手准备跨年春晚舞台,都一样支持,也不会去左右肖战自己的思维。 总之祝福肖战,希望肖战顺顺利利,演技精湛,也是正能量偶像,支持肖战的理由非常充分。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,未来的演艺道路很长,坚定脚步永不放弃,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,肖战值得一句未来可期。 肖战非常棒,顺顺利利,继续努力吧,前程四景。 万众期待下,肖战工作室放送千万粉丝大福利,抖落一组肖战黑白反差写真照,顿时全网又炸锅了。 一时之间,浮光和旺书成为搜索热词。 大家纷纷感叹,胖氏果然是那于文案第一人,一句适逢其时,恰似浮光欲望书真是充满诗意和深意啊。 看似解说了图片的冷暖氛围感,也寓意了工作室和肖战的战友关系,恰如其分,精辟至极。 回顾胖氏与肖战的这四年,真真如情侣般亲密无间,并肩作战,相互扶持,共同成长。 这种关系不言而喻,粉丝们都看懂了,也都学会了。 感情粉上肖战,真的需要肚子里有墨水,与时俱进,不断学习啊。 不知道大家适合感受,总之我一直觉得,喜欢肖战的粉丝朋友,大多是有文化。 素养高的一群人,他们或许在各行各业,各个阶层,却能汇聚起来,成为惺惺相惜之人,全赖肖战这条灵魂纽带。 肖战能够破除传统认知,成为内余独一份存在,皆是他这个人呈现及传递出来的文化感,信念感和正能量。 每个人都从他身上看到了明星与读书人的完美融合,荣耀和平凡的最佳合体。 粉丝肖战已经不是简单舔颜这个肤浅的初级层面,而是灵魂相惜。 粉丝肖战需要一点文化,一点素养,自己分明感觉这不是无脑的追星,而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 粉丝肖战自己也需要不断修炼,不断提升,成为他口中所说那个更好的人。 是的,肖战你尽管向前迈步吧。 小飞侠也会努力奔跑,追上你的步伐。 节目最后,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,follow一下,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,资讯与综艺,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。